直到张宋文凭借狂飘全网爆火 我才发现出他曾经有多么卑卑 你出去你别演了 哇 两百多人在那现场就看着 我耳朵里听见 从四面八方有很多小的听说 哎呀滚蛋吧 最多事就是他 那副导文说 听见了吗 滚 张宋文人生中的第一部戏 被副导演当着两百人的面打骂滚出去 在真正爆火前 他缠戒了十多年 三年跑了八百多个剧组全被拒绝 就连一个龙套角色都没得到 三年之间我大概见到有七八百个剧组 被七八百批剧组否定了我 2003年 张宋文以全年级第一的成绩从北电毕业 本以为凭借着精湛的演技会前途无量 却万万没想到 他会因长相被当众嘲笑 刚好遇到副导演和四五个老板在那聊天 站好 你看像这种的他就做不到演员的 你看他长得第一 诸如 特别矮 第二个你看他大脑门像个猿人一样 这种是做不到演员的 面对副导演和大老板的知识点点 他和同学周一伟不敢有任何情绪 只能尴尬笑笑 照片还要留吗 留干嘛 都做不到演员留什么照片 生活所迫的他回到北电做助教 工资还不够交房租钱 只能靠着曾经攒下的一些积蓄 勉强生存 很多时候他每天的饭钱还不到五块 小区附近的菜饭都认得张宋文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每天19点半后 才来买菜的人 这时候菜最便宜 我住的北京小区的菜市场 很多阿姨都认识我 到现在还认识我 说你有个特点 你是晚上七点半买菜的人 晚上七点半他们要收摊了 所有的菜都是论堆卖的 当时所有的选举导演都说 张老师是业内的一把好手 是艺术家 但谈到合作和片酬的时候 又支支吾吾的说 他没有名气 没名气等于没流量 就等于没戏言 不是十几年前 是整个十几年都是这样 就是很多那样的副导演 告诉你你很棒啊 有时候就不用你 然后有时候试完就换掉你 他跑到北京市区三十公里外 租了个农家平房 寒冬时间没钱买没去谈 夜晚需要裹起棉好才能入眠 过冬的没买了再说好不好 我就在电话上说 终于我要告诉你 我冷死我都不会去拍 你能理解 我们缺的是没吗 我们缺的是什么 我们缺的是在寒冷里 能坐得住的这个心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